太妃啊 你也看见了 这净凌王如此地恨我 我若扶他上位 岂不是自寻死路 你就是一个小人 你搞出狂言 你污蔑我 娟儿 你一定要相信母妃 你要相信我 好 母妃 以死正清白 太妃啊 这种戏马 你还是回去 跟你的儿子慢慢玩吧 交出外军虎符 否则我立刻杀了他 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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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大恶计 必自食其果 好 有本事你杀了我 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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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 守住金陵王和太妃 不许任何人进出 是 开门 开门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是太妃 你们居然敢这么对我 开门 把门打开 我不是 玄儿 你不该把护府 交给陆远 陆远只带了一万兵力回来 只要你集中所有的兵力 等你四哥回来 你们一起 一定能指负陆远的 什么时候开始的 玄儿 你不能只听 你不能只听陆远的一面之词 柳远 他居心叵测 他利用四柱方牟利 豢养四兵之时 他就有 大逆不道之心了 玄儿 他所说的一切 都是为了离间我们母子 母妃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你不相信母妃 陆远从头到尾就没有说过 带回来多少兵 你若没有与他合谋 不 又怎会知道他有多少兵力在剑坑 又怎会知道四哥没有死 陆远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疑三族的大罪 他共认不悔 若非事实 他何必叛姚母妃 他陆远今天要是启兵 您 我 没有任何价值 他何必挑拨离间 四哥虽不是您亲生 但念在儿时的救命之恩 对母妃一片孝心 儿子自愧不如 母妃因宫中恩怨被迫出宫 儿子又在外领兵 是四哥 他不顾众人非议 把您带到彭城王府居住 使您如生母 您怎么能 宣儿 宣儿 母妃没有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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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相信我 宣儿 母妃 您看在我叫您一声母妃的份上 告诉我 宣儿 遇到这一声儿 你 没有 没有 您做得太彻底了 太彻底了 你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公何以这样看着我呀 陆远 你谋害彭成王 罪大恶机 人人得而诛之 主公怎么这么不识好歹呀 彭成王死于魏军 尸首不是还在这儿吗 陆远 你胡言乱语 刚才靖灵王已经说了 彭尘王没有死 那具尸首不是彭尘王 你居心叵测 我等无法认同 居心叵测 我陆远不惜性命 拼死把尸首带回 不是他还能是谁呢 靖灵王不过是胡言乱语 刚才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胡说 你这是胡说 我们不会相信你 陆远 你胆敢对我等动武 你究竟想我们怎么样 岳方 彭尘王已死 请各位拟诏发丧 忠书令 你作为百官之首 做个表率吧 呸 陆远 我等绝不会向你屈服 你以为彭尘王未归 我们就怕了你吗 这里可是建康 我等这就进攻向皇上 陈述你的罪行 乱臣贼子射不射 皇上 皇上 绝不会放过你 傻 等一下 娄忠呼 手下留情啊 忠书令 想必你也不想看到 这支箭殿血流成河吧 他们不是食物 我可记得 忠书令是最懂这 其中厉害之人哪 今日事发突然 大臣们一时接受不了 也在情理之中 还望陆忠呼 再给谢某一段时间 让我去劝劝他们 你也不想去 你也不想去 我去 你也不会打开 你也会ober到 最后 你也不想去 我觉得你也不回答 你也不想去 我们的老二 伯父 有种的呢 我真的都是 我就给钟书领一个面子 如今我以兵为健康 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 就一夜 你们考虑一下 这一夜 你们选的不是别的 是你们自己的命 不显 就只有死路一条 都安排好了 城门口的中军都换成我们的人了 黑甲军今夜全部入城 兵为健康宫 不仅是蓬城王府 其他官员所有的府邸 都安插上了我们的人 绝不会让任何一个官员 偷偷离开健康 好 Disease 来 啊 这么多 直接上帝 理解 人找是谁 没有人 医疑 尽快 他能做什么 若有人胆敢反抗 就地斩杀 是 解 情况如何 解 城外的黑甲兵有易懂 百官进入蓬城王府之后 便再也没有出来 蓬城王府的守卫 也增加了好几倍 看来陆远已经拿到虎符 准备动手了 好 又敌深入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要保护好靖陵王和朝臣的安全 朱容 有蓬城王的消息吗 还没有 若是殿下和大军 未能及时赶到 也是功亏一困 沈丰霍云朱容听令 是 阿迪 阿迦 阿迦 阿远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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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调外军意图谋逆 立刻拿下虎服为证 大阳兵从现在开始听我调令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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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